今天几天迎来梅雨封面大雨下个不停 让北部石门水库稍有进账 水情灯号暂时挥别 转红灯危机 石门水库受惠于这一波梅雨封面的一个降雨 累计达99.1毫米的一个雨量 预估可以为石门水库带来1800万吨左右的一个入流量 那因为石门水库目前的一个蓄水量的部分2056万 是只有占我们蓄水量的10% 所以还是偏低的一个状况 在此持续呼吁民众节用水 这波封面为全台水库稍稍解渴 截至30号晚间对水库溢柱高达1893万吨 相当于全台两天进三天用水 31号雨市又在更强 对于北部水库进账主意更大 其中新山水库70万吨 翡翠水库420万吨 新竹宝山及宝二也有286万吨 有望解除陷水危机 中部包括鲤鱼潭德基日月潭水库 都有破200万吨进账 南部水库在这波没雨也有受惠 30号白天增稳水库降雨不是很明显 水利署也急忙进行人工增雨 没有提高增稳的浸流量 也就是说这些降雨的部分 大部分也是被土壤吸收 所以在我们在整个水量的增加上 看不到它的有效浸流量 好消息是31号迎来强降雨 并且下对地方在集水区上方 让增稳水库加上乌山头水库蓄水量 来到5586万吨 而下一波没雨风会在这周末报道 尽管这波封面结构没有前一波来得好 但还是会带来短暂降雨 疏解水晴汗象 也算是暂时解除紧急警报 怀宇新闻 陈明夜 陈言为李问玉 林嘉倩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